大家好 今天在我身邊的達明一派 你好 你好 因為今天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你們的三十週年 其實感覺如何呢 個人老了 這就是最大的感覺 個人老了 明哥呢 嗯 過得很快 原來眨眼就三十年 即是從那一天開始 沒有想過會在這裏搞三十年 沒有想過搞三年都以為就完 怎知道搞三十年 合了 合了 不經不覺三十年 不經不覺三十年 那你會不會想起第一天 出第一支點的時候 那個心情還記不記得呢 都有記憶的 是 是 有害怕青 最初 還有 較上來不知道 別人的反應是怎樣 是 是 當時其實有很多 這類的組合 band 很害怕的 但是 就不知道會不會 那些人喜歡不喜歡 那類的 因為我知道你們當時 出了一首 EP是四首歌 試一試水運 其實當時有沒有想過 如果效果是怎樣 要有一個後路 還是怎樣 怕不怕 沒有想那麼多 沒甚麼後路想 我想我們出第一章的時候 即是這一章 即是這一章的時候 正如我們 我們沒打算會搞多久 有很多人出完就拜拜 我們都可能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們沒想不到 有機會出碟 就已經是 幾開心 所以其實就沒有想太多 但你們是很短時間裏面 產量可以說是很高 即是出得很快 每一隻碟 還要每一隻很不同 有時可能是涉到一些政治 有些愛情 即是怎樣是甚麼 推動到你們有這麼高的產量 那時候 我想其實在那個年代 不僅是我們 其實香港那些人 不僅是特別多產 我們跟其他人不同 因為我們是要自己創作 是 其他很多 那時候仍然很流行 找人幫忙 即是重唱 別人流行組的歌 我想 達明一派 或者其他樂隊的出現 其實都是希望 想改變這種現象 即是 我們不要只要翻唱的歌 我們寫自己的歌 是 而要寫自己的歌其實是很難的 但不知為何我們真的很高 很拚命 可能等了很久 等了一生的東西都在這裏 都推出來了 我想 還有 跟那個時勢都有關係 因為 那個時代 無疑是給了我們有很多 創作的靈感 所以 所以 所以不斷有 當然我們當時又年輕 但現在要做 我想要做 要多三十年才可以做這裏 但當時你們除了吸納到主流聽眾 大家都知道 你是吸納到很多另類音樂的愛好者 我們當初想做的音樂 即是我們本身各自大家的音樂取向 即是喜歡聽的音樂 當時是挺接近的 是 現在也是 接近得來 我們想做一些音樂 可以有些特別的感覺 自創 以及瓦族共賞的方式 我想我們沒有特別的設定 我們想去吸引哪些人 但是 總之我們覺得 當時香港是沒有我們這類型的音樂 是 我覺得 應該總有一些人會喜歡聽我們 最初我們出街的時候 唱片出街第一隻 是 唱片 那些人 以為我們是日本樂隊來的 因為看那些相片的感覺很像 對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但是 剛才你也說你們喜歡聽的東西都很像 但大家都知道你們的影響 可能受到外國的多些 是啊 那有沒有哪些亞洲或本地的樂隊 甚至近年的 你會有留意 或者覺得 其實都挺好 挺喜歡 很多 真的 可以介紹給我們聽 亞洲還是日本 亞洲有 真的日本 我喜歡 是 我是喜歡日本的 是 喜歡明藍琴 是 反風龍一 YMO 那些都是 類似 一封堂 是一封堂 你記得 是 是 我當然有一隊 是一隊假偽日本樂隊 叫做Japan 但其實它的名字是有點韻 不是日本的 是英國的 是 我們都很喜歡 是 不知為何要改成名字 叫做Japan 是 是 很崇拜東方 是 叫做Japan 我們反而很喜歡這隊樂隊 我記得當時 是 除了 如果你說亞洲 我想 我不知道阿達 我當時 我想大家 其實 如果是我們的前輩 我想 羅大佑多多少少 對我都有些影響 我也喜歡聽 他有一個概念 叫做家 我記得 很久以前 然後 跟我們同輩 其實同輩 差不多 就是從其 中國大陸的崔健 我覺得崔健 是很有革命性的 他的音樂 我想 其實多多少少 他都有影響我們 是 他 是 他 是 他 是 感谢观看